同工一看,这么哭也不是办法,咱们到洞里去,先把这腰就灭了,给师父报仇 主发家一听,然后送工就这样,说你哥俩现在哭着,我去报仇 主发家说算了,算了,别去了,你要去,我现在我们俩正在哭师父呢 到时候你要死了,没法哭,哭乱了,一声师父,哭一声师兄,哭乱了 你等一会儿,你别着急,把师父这三天哭完了,你再去,哭三天,哭了一天 然后送工说没事,我就去,他就进去了,他一个到那个洞里 他这个时候到洞里,他就变成一个小餐饮飞行,因为那个洞啊,已经被那个 已经被那个,那个奥子金啊,拿,让那小妖,拿石头,拿东西,给他把门给封,封死了 你知道吧,给主发家捣了个洞,捣不进去,送工就变成一个小,又是变成一个餐饮啊什么的,飞进去 结果就飞进之后,就在一个亭子里面听见人说话,那个唐僧正跟那个乔空来唠嗡呢,你知道吧 两人聊天,然后送工一听,这不是师父吗,一看师父没死啊,师父没死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孙悟空,他就想那个办法啊,把他的瞌睡虫啊,放出来 扔在这个妖洞里面,给他妖王,那个妖怪,已经打死好多了啊 那个孙悟空啊,就前面给那个妖怪啊,他妈打过仗啊 孙悟空给那个妖怪,给他妖王啊,还交过手,妖王打过孙悟空 孙悟空就说你是谁,妖王介绍,自我介绍 他说我是南山大王,孙悟空一听,就气坏了 他说南山大王,他说你才多大啊 这个太阳老君呢,李老君,是对吧 他也是什么什么开天辟地,他也是在什么 这什么女亲之右,也就是说,就这么牛的人也是坐在别人右边 就是还得矮别人一头啊,然后这个如来佛祖 那是什么人呢,人家也在什么大鹏之下 你怎么还敢自称南山大王呢,你才多少人呢 百十号小妖王,就让自称南山大王,不知天后地后 然后我这,然后这送工包他的名号啊,也一顿吹 那个妖王打不过了,就他们交过手 后来孙悟空,他为了把唐僧救出去,他要救唐僧的话 他不能把妖王惊动,那个妖王啊,他应该是在小妖已经被打得死的差不多了 伤亡惨重,也不是死的,伤亡惨重,他本来妖就不多,他们都休息了 妖王自己也睡觉,这个孙悟空就放磕热虫,不能让他们别醒啊 把这个唐僧啊,把他绳子解开了,唐僧说,准备孙悟空把唐僧带走啊 诶,唐僧说把那个人也救一下,那乔夫嘛,孙悟空就把乔夫救了 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出去然后就找到那个猪八戒 然后这个唐僧啊,老远的就喊啊,八戒,不能 结果这个猪八戒正在哭呢,一听不显灵了,师父显灵了 给沙僧说,你看师父显灵了,他在叫我呢,结果那唐僧一来,原来是活的啊 这个时候,这个沙僧善权就磕头啊,哎呀,师父啊,你没死啊,没被吃是吗 然后这个猪八戒也是,后来猪八戒马上就说了,猪八戒啊,说啊,我们现在就把洞里去 把那妖怪全部打死,妖怪呢,还在洞里,我们把他全部打死,给师父报仇 孙悟空一听,不忙,说你在这把师父保护好,我去,让孙悟空进去,把那小妖打死 那个老妖王啊,还在睡,还在睡觉呢,磕睡虫啊,还在起坐呢,孙悟空把他捆起来 手脚一捆,拿那个金箍棒把他挑着,挑回来,猪八戒看见了,说哎呀,说这个师兄也是头脑简单啊,笨 你这样背着不说,你搞个小妖啊,你挑着,一头一个,不轻松一点,不好一点,你这样背着多累啊 猪八戒挑担子的嘛,他有经验,你这样背着一个人,反而不好背,那不如一头一个挑着呢 孙悟空把那妖王一放,猪八戒善举,一爬,就把妖王给爬死了,爬死之后啊 然后这个,他们几个人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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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挽一下子,乔夫就邀请他去他家,在山下,他家就在山下,乔夫就带着他们去他家,接一起放 第二天,乔夫就送他们上路,送他们上正路,这个,唐僧说了,那些,万七天还多远 那乔夫说了,从这个地方,万,万林山,还有一千公里,一千里,就是很近了啊 就是那个,雍物山,折月,莲欢洞啊,离那个林山只有一千里,那这一集啊,就完了 这一集就完了,这一集,为什么说,也是为了介绍,孙悟空的他的过去 也是为了介绍孙悟空的师父,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啊,就是孙悟空念的一首诗啊,对吧 就是佛在林山莫远求啊,林山只在于心中,对吧 什么人人皆由什么林山塔,好像林山塔下修啊,就这么意思 就是林山实际上就是心,这里面还有一个,有几个蹊跷的地方 就是以往西游记没难里面,都没有写妖啊,抓人 就很少啊,就把人抓着吃了,你倒有那个,倒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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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经啊 呃,呃,呃,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观音普三的作习啊,对吧 他,他,他,他抓那个柱子国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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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侯 还有那个,奎木郎,抓那个,王帝的女儿,对吧 这种,他也不是为了吃啊,不是为了吃,对不对 那个,那个,那个,街际呢,这么多妖怪 抓普通人去吃的,很少写 那为什么这里面要写侨夫,抓侨夫吃 而且抓了之后,一般的妖怪抓了就吃 因为他缺啊,好不容易抓一个人,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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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打牙计啊,开婚了 结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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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夫在那关了 绑了三天,还不吃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西游记里面啊,第一次出现乔夫 就是孙悟空,在这个地方 他从那个,这个,东盛神州啊,对吧 跑到南上部州,从南上部州 又过海,飘海过海,到 西牛贺州,到了西牛贺州 走了好远,遇到一个乔夫,对吧 这个乔夫啊,他也是 自幼父亲死了,然后家里 只有一个老母,然后他砍柴 养他老母,为生,对吧,孙悟空还邀请他 为什么,他说你,既然你 边上就是菩萨,就是神仙 就能长生不老,你为什么不去修仙呢 长生不老呢,那个,那个乔夫说了 我家里有老母,走不了啊,然后这个 乔夫指引孙悟空去了哪,对吧 林财翻村山,邪悦三一路 去拜菩提威修,这个乔夫 这样又出现一个乔夫,这乔夫跟那个乔夫 是一模一样的,也是自幼三父 完了,一个母亲相应为命,然后他 就靠砍柴,养他妈 如果他一死了,他妈就活不死,所以说 怎么这么巧,白国军抓三个农民 那不是原著,我们聊原著好吗 不是聊电视剧好吗 不是聊电视剧,我们聊原著 电视剧那晚上改的已经不是 面目全非了,所以不要聊电视剧好吗 电视剧是已经改的,面目全非 明白吧,聊原著啊,就是他 这里面为什么安排乔夫呢,实际就是 呼应,就是呼应的,孙悟空 到这某种程度上,一是还一个 琴吧,对吧,像那儿暴打了 乔夫,我把你救了,是吧,这乔夫本来 他那没有普通人的 就是,是吧,有身份的 就是呼应的啊,至少作者 我觉得他原著里面就这么呼应 这儿出现个巧合,又是 林山,林台,环顿山,是吧 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次 这个妖王,在睡梦中 睡着了,被猪八戒给干死 原来他是个豹子鸡,爱叶 什么豹子鸡,豹子声音 那个小妖啊,出主意,出谋 发色,出这个分拌梅花剂的 叫铁背灿狼 那个妖是孙悟空一,一棒子就打死 然后猪八戒上去捕了一耙子 把他拖着走,那个妖,这里面就比较蹊跷 你知道吧,为什么蹊跷呢,第一个 这里面妖怪里面主角 主角就两个啊,一个是铁背灿狼 给他出主意那个妖,分拌梅花剂 什么一大堆的啊,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妖王,他两个的死法不一样 这个孙悟空啊,在 石头岭,在石头国啊 他不是被那个大风金斥 把他抓住之后,把他师徒图 几个人在石头国抓住之后啊,这晚上 那个孙悟空就跑了嘛,孙悟空跑了之后 第一件事干什么,第一件事回到 石头山,石头洞,把里面的妖怪 全烧死了,全打死,灭口 一个都没留,圆柱这么写的啊,把他 全部杀了,那为什么还有个人跑了 为什么有个妖能跑掉,这个 咱俩合理的怀疑啊 恐怕就是孙悟空放了,孙悟空故意放 他去走路风筝,这个妖 他没地方去啊,他就跑到这个,因为 那个石头国离这也不远啊,石头岭 他就跑到这个妖这来投靠 来通风报信,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也没发现,石头国呢 到这个,这个豹子津这 他们出的主意都一样,都是 谎称,唐僧被吃了,对吧 那个大工精致不就是 就是在那个石头国,他们就是 就是跟那个猪八戒和 跟那小妖说啊,就是唐僧已经被吃了 乱终被吃了,然后那小妖就到处聊天 就说放空啊,然后猪八戒就听见了 那个沙僧也听见了,说师父 已经被吃了,好,然后这个,等到 孙悟空夜里偷偷跑进来的时候,问这个 猪八戒和沙僧,猪八戒和沙僧,师父已经 被吃了,对吧,然后孙悟空又哭了 又是非常绝望,被吃了嘛 实际上,我是把那个唐僧 藏在一个包饮柜里面,铁壁柜里面 你看,到了这儿,折月连环洞 这个妖精出的主意还是炸 就是说唐僧被吃了,吃了你们死心吧 你们走吧,被吃了,对不对 你看,出的主意还是,主意都是一个主意 你看看,你就想这个 这个石头洞,这个连月折环洞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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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折月连环洞啊,是不是他连出的主意 都一样,而且他们知道孙悟空 好凤神,你拍到马屁 观众,对吧,所以你看看啊 就是说,所以我,我高度怀疑啊 这个铁背苍狼,这个妖啊 刚才就是孙悟空,在那石头里面 石头洞里面放,他不死,他就带着任务 跑了,跑到这个,义红屋山 包子金这儿,然后孙悟空 一下,对吧,他都没有机会 一下给他打死,而打这个 包子金的时候呢,这包子金是被 磕睡成,给磕睡在那儿了,在梦中 手脚被绑,抬到那个山下 这个,这个,唐僧那儿,猪八戒一爬 他就没有说话机会,所以我就 高度怀疑啊,孙悟空当年在 学功夫之前,他游淡江湖啊 他从南上部州到 犀牛鹤州,他这一路上十几年 他怎么过来,对吧,这个妖在这儿 也是好几百年,是不是他 就孙悟空跟这个妖,跟着包子金之间 有没有什么故事,干了什么不可 告人的勾当,对吧,孙悟空这次来是 为了灭口,那儿还有个尾巴,就除掉 对吧,他以前那个黑历史 不能让人知道,对吧,灭法国的去过 对不对,他自己说了灭法国,灭法国 下一集就是这个地方,他到过灭法国 在灭法国,他对灭法国那一旦 这个方言他都懂,是不是 说明他在灭法国待过,那他既然到过 灭法国,从灭法国到西天 都要经过这个隐悟山,那 难道他就没有,那个时候他功夫还不厉害 对吧,那时候他没有学到功夫 他就是普通的尸喉啊,那他 没有被这个包子金给,对吧 跟包子金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包子金掌握了他以前什么证据 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说不定在那个 地方落草,也吃人知道吧 吃过人,保不起啊 要不他对人头那么有研究 声音都能听出出来,这是假的 人头落地啊,他能听出声音 这人头是假的,那只能说明 充分怀疑这个宋公以前在学艺 之前,在这个地方吃过人 或者跟那个包子金啊,或者 是宋公公在这站上为王,包子金给他 打下手,都有可能,只是怀疑啊 你看,包子金没有任何后台 没有任何后台,宋公公也不用审 直接把他,那包子金都 在睡梦中啊,被猪八戒一耙子给弄死 宋公公也没拦着,是吧 你说这人不能杀,我们待会儿问问他 没有,就是挑来让猪八戒杀了,下手 猪八戒也痛下杀手 给这个宋公一个面子 把他干脏活嘛,他为什么宋公自己 不去打,让猪八戒杀 最后杀死这个包子金,也是让猪八戒动手 一,表面上看是给猪八戒 一个功骨,一个功劳,让猪八戒 立头功,对吧,他把腰 往绑着挑着过来的,对不对 扔在那儿,让猪八戒一耙子给他爬死 表面上看是送,给这个猪八戒 在送叶子,实际上是借猪八戒之手啊,对吧 除了自己的这个啊,接下那个 接下猪人章,不是号称,对吧 当了皇帝之后,把以前的小伙伴 该杀的杀嘛,你知道太多了嘛 是不是,知道黑历史太多了,不好 所以这个豹自军十有八戒啊 就豹自军啊,十有八戒是知道 宋公公的黑历史,对吧,这是宋公 站那个翻尘山跟菩提 学艺之前,最后一站 然后在这儿,他就碰见了那个乔夫 那个乔夫给他指他一条路,在什么地方 对吧,你去学医,福利十足 成佛前,毁灭黑历史,对吧 是不是这么一解释,好像挺合理的 实际上这个腰根本就没打算吃 唐僧,对不对,你走你的就完了 没有必要去,完了宋公公安排了 内线在里面,对吧,安排了那个 铁背灿狼内线,告诉他 这个唐僧肉怎么吃,怎么弄 而且这个铁背灿狼很有意思啊 你要吃唐僧肉,你去吃了再说呗 对不对,如果真的要吃唐僧肉啊 那你就,就大家四周三个人来之前 你先把唐僧抓住了,你去吃呗 他不,铁背灿狼跟人说 你现在不能吃,等他在土地散 这个散了土地走了在那吃 这不是扯淡吗,这不是扯吗 还有保护唐僧,这不就是在保护唐僧吗 是吧,所以说宋公 从不灭口,谁也不知道,乔夫 是菩提特意安排的,对 这个乔夫说不定就是,菩提就是佛祖 说了嘛,就是佛祖,就是如来 所以说这个,从这几集啊 他是就是为了,我觉得就是呼应 这个宋公当初到底跟谁学的意 那个菩提到底是谁 因为这个道家和佛家这个人呢 就是老大,就是创人 道教的就是老子嘛,也就是太阳老君嘛 太阳老君也是佛道贯通啊 你记住了,西游记里面的设定 西游记里面的设定 虽然是太阳老君是道教 但是他对佛教他是通的 老子画福,这是 太阳老君自己吹了好几次啊 他是画福,画福是他出关 画福是拿那个金干镯,他吹了好几次画福 画福就是他就是去去去去 就是到西域到观观去成佛去了嘛 老子画福,然后佛祖呢 一样的啊,如来也是 他们本身职业专业 一个是道教,一个是佛教 但是他们监通,第二职业 第二专业啊,如来第二专业就是道教 三教融合 三教贯通,道教 如是道,都是贯通的啊 太阳老君也是的 所以说如来变成佛提 佛提就是也是三教贯通 一会讲讲道教练丹 一会讲讲佛教佛法 一会教他什么金斗云 一会教他什么杜劫,都是贯通的 谁能贯通啊,就这些人 所以说这个佛提啊,就是如来佛提 叛学位没毛病啊 所以说这个孙悟空跟谁学的意呢 所以说这一集啊,也就讲这个 后面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一个灭法国 一个引物山,折月连环洞,报自经 对吧,这两集主要交代孙悟空 跟前面就呼应上了 孙悟空啊,马上就到临山了 把自己的这个简历啊,改一改 是吧,把以前这个黑历史遮一遮掩一掩 是吧,这些死无得正了啊 苍狼怎么想的 关于苍狼啊,这个在前面 巫朝禅师,对吧 巫朝禅师就是观音菩萨 你知道吧,咱们在以前说过了啊 我觉得巫朝禅师就是观音菩萨变的 化身巫朝禅师 像那个唐僧传授心经啊 心经就是大圣佛法 就是东祖大唐的 就是说白了就是观音菩萨的私货 就是观音菩萨的私货,心经 巫朝禅师传给他心经 那就是观音菩萨化身巫朝禅师 给这个唐僧传授心经 然后唐僧把这心经带到东祖大唐 这不就是跟大家化身菩提 教这个孙公是一个道理啊 他们的不方便直接出来 怕别人抓住把柄 然后他就化身 变成一个什么人来教他 是不是 巫朝禅师后面就没有了嘛 也没提这个 这个人到底是谁 来无营去无踪 这个巫朝禅师跟唐僧说的 对吧 那个诗好长啊 一段话 他里面就说了 苍狼主部 就是说苍狼这个经啊 这狼啊 铁背苍狼嘛 苍狼做主部 就是苍狼当军士你知道吧 对了 就是唐僧问巫朝禅师 往西天路路还多远 怎么走 巫朝禅师就说了 对吧 巫朝禅师说完之后 他说这个 什么苍狼为主部 什么老虎做什么糖 一大堆的啊 念完这后面什么猴子 什么在前面引路 这个啊 这个猪挑着蛋 反正这样说的啊 让那个孫悟空还生气了 孫悟空急了 要打那个巫朝禅师 一下 他那个树上 对不对 巫朝禅师嘛 他那树 好像那个那个 像那个鸟穴的窝一样 他坐在上面 下面是莲花宝座 就把他挡住了 孫悟空拿棍子倒 倒不下来 孫悟空要灭这个巫朝禅师 为什么呢 你现在就解释起 因为巫朝禅师知道 他黑历史说了 对吧 蒼狼 往来这个说 说他知道到西天的路 孫悟空那时候还没去过西天啊 还没去过如来那 对吧 没有去过啊 袁柱没交代 那时候还没去 后来真家梅花王那时候才去 那没去过 没去过 林山雷 对吧 那个雷英寺啊 吴朝禅师说他去过 一下把孫悟空的老底结穿了 孫悟空恼羞成怒 上去要打这个吴朝禅师 在灭 是不是讲通了 你看袁柱啊 袁柱是孫悟空要打这个吴朝禅师 说完了 孫悟空的理由不是说要灭狗 孫悟空的理由说是他侮辱我们 侮辱我跟那个猪八戒 对吧 一个猴子在前面干啥 一个猪在后面干啥 实际上不是的啊 实际上是孫悟空发现 哇塞 这人知道我的黑历史啊 那灭口 明白了吧 那就是观音菩萨手里捏着孫悟空的把柄 让你猴子 对吧 我也不戳破你 大家都给点面子 是吧 以后 那观音菩萨就是告诉他 你这黑历史 我知道 别以为不知道 但是咱不说出来 是不是这意思啊 点了一下啊 就点了孫悟空 所以孫悟空恼羞成怒啊 要杀这个灭口啊 你就看圆柱啊 你看到这儿咱们已经全部 把前面不合理的地方已经穿起来了啊 要不然孫悟空突然为什么大怒 要拿棍子打那个无朝常事呢 对结果那观音菩萨他打不过啊 对不对 他怎么打得过呢 知道孫悟空黑历史的啊 牛魔王一家被孫悟空安排的好好的 这个他也不可能揭露 对不对 是吧 牛魔王嘛他凶他大哥嘛 估计对孫悟空后面的那段历史 他了解比较清楚 但是孫悟空后面的历史啊 就得到之后啊 在那个炮口上当山大王 当美猴王的那段历史啊 反正那个历史也没啥 能查得清楚 说得清楚啊 对吧 物点不多啊 黑料不多啊 所以说就拜托拜托这个 牛魔王就行了 牛魔王把这个 把他们一家安排的很好 到这组织调查的时候啊 牛魔王说说好话 说这个同志一向四向 一向向上 对吧 虽然在炮口上落草 但是一直对吧 心向我活 对不对 心息这个天庭 是吧 这马上这个政审 他就能通过啊